我愛你 那個 BOSS之前跟我說 以後談合約的時候 要帶妳一起去 所以我剛剛跟出版社 約了時間了 妳把東西收一收 等一下我們一起過去吧 我還沒有回完 Facebook的留言 我知道 剛剛都看到了 所以妳陪BOSS的時候 我都幫妳回完了 怎麼了 妳是擔心BOSS一個人在家 不放心他 BOSS也說過了 他向來不喜歡 我們跟前跟後的 更不喜歡我們因為他一點小事 就耽誤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們現在 就是該做什麼就去做什麼 好了 趕快去收一收吧 我還沒有準備好 沒關係 那我今天就自己去就好了 反正那個合約 還有很多細節跟學問 就 妳之後 比較進入狀況之後 再帶妳去 好 這樣學比較快 先找到 拜 處理完合約 我又去了一趟電視台 討論了 BOSS要開的一個新節目 好 大姐 只有妳一個人在家 其他人呢 我剛吃完飯的時候 女皇說要走一走 所以妳來跟默默 就陪她出去散步了 好 妳吃過沒 默默幫妳留下菜 真的 那對 什麼反應 就那裡 你跟默默怎麼了 什麼 怎麼了 你打電話跟女皇說 晚上不回來吃飯的時候 默默的表情就怪怪的 後來又一直心不在眼 現在又看到妳的反應 妳們倆吵架了 沒關係 不要說 你不說大姐幫不了你 我 我跟王上莫講 我其實就是那個 一直在跟她聊天的網友 Angela 其實這件事情 我早就知道了 但是直到昨天 我才跟她坦誠 難怪昨晚默默說 不知道要跟網友聊什麼 原來是因為你 她說她不知道要跟我聊什麼 果然 果然什麼 她跟我說她沒有生氣 但是我都知道 她說她沒有準備好 不是在講工作 是說不知道要怎麼跟我獨處 所以我今天工作完 還特別跑了一趟電視台 這樣我工作結束之後 就只要在老闆回家就好了 不用勉強往上莫勾個相處 果然莫默說得沒有錯 你腦子有動是不是 我 我想錯了嗎 莫默這個人 她如果不知道要說什麼的話 她就什麼都不會說 只要她一旦說話了 就是真心話 所以她說沒有生氣 就是真的沒有生氣 只是 她應該一起之間 不知道怎麼調整 你們倆之間的關係吧 要調整什麼 我還是我 不管是江安潔還是Angela 都是我 你確定 Angela對默默來說 是一個善解人意 心思又細膩 聊都來得姐妹好 你 又別扭 又娘 有一大堆有的沒有的情緒 落差很大 我 默默 不愛不清不楚的 對她來說 現在的你 跟她原本認識的江安潔 一定不一樣 她現在看到你 應該是在想 你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吧 人有很多的面向我知道 我跟歡歡都特別愛鬥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好玩 那是其中之一 另外一個是 我們都在觀察你 我們發現 你就是有在夢夢面前的時候 才會真實的表露自己的情緒 所以我們就要多逗你一點 多看一下 你知道我們家王家的門 很難進來的 我知道了 對不起 大姐 我們回來了 安潔 你也回來了 怎麼只有你們回來 奶奶呢 我們在門口碰到館委會的人 他們請奶奶幫忙協調一些事情 應該是AB洞的爺爺吵架了 不過他們也不是真的吵架 是為了吸引奶奶的住院令 跟媽媽還是社區之花 超手女等級 甄文 我聽莫莫說 上次雜誌的專欄回想很大 我想看看 在我房間裡 那女皇要進來看嗎 好 那莫莫妳就招呼安潔了 莫莫 安潔交給妳了 大姐剛跟我說 妳不知道要怎麼跟我講話 如果妳不知道要怎麼面對我的話 沒有關係 這陣子我先去咖啡廳工作 這樣子妳就不會 不用 不要影響工作 不會影響工作 有電腦在 隨時都可以工作 真的不用 妳這樣子的話會很奇怪 那妳到底想要我怎麼做 可以不要問我這個問題嗎 為什麼 那我不知道要怎麼回答妳 妳跟Angela 一點都不像 王肖默 妳應該知道 我不是故意要裝模作樣的吧 但妳的確有故意隱瞞我 我知道我不夠坦率 但那是因為我怕我被妳看穿 所以我做姜安潔的時候 我口是心非 我喜怒無常 我挑剔 小心眼 愛面子 我所有關心妳的話 我只有在做Angela的時候 我才能放心跟妳說 妳怕我看穿妳什麼 還是 妳覺得我看穿妳之後 會覺得妳很弱 會笑妳 妳覺得我是這種人嗎 不是 妳不是這種人 我知道全世界的人都可能是 但是只有妳不是這種人 那妳為什麼不跟我說呢 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面對 面對什麼 面對我喜歡妳的事實 是 好了 現在我家裡面寫了 真的是完全透明 一絲不掛了 喔喔喔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可是 妳能接受嗎 你讓我的心在起身轉合 我還是無法接近我最愛的你 Hey you are 喔喔喔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啊 啊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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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